嗨,大家好,我是巨蛋布丁 今天是我们的开箱时间 那我今天要开箱一个 韩国空运来台的梦幻一品 熊熊遇见你的 Merry Christmas 圣诞灯 来撒野 三只熊涌闯人类的世界 打开眼界 白天到黑夜 欢乐的不停歇熊熊遇见你 不管到哪里来 一个熊抱惊喜永远帮你围绕 熊熊遇见你 自己讲完都觉得好害羞 因为Merry Christmas 已经不知道过几个月了呢 这个圣诞灯呢它其实是 韩国的GS25 他们便利商店在圣诞节的时候 就出了一个特别计划 订蛋糕就会送一组圣诞灯 但是蛋糕不可能空运寄回来 都已经很恶心 所以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放弃蛋糕 直接跟那个朋友说 没关系蛋糕就送给你 我们只是要这个东西而已 放到找灰尘 你看这个太假掰的圣诞树了吧 上面的装饰是为了 让你可以插在蛋糕上 所以他们都有做一个蛋糕的底座 就可以插上去这样子 这一支呢就是我们的 Ice Bear 阿基 喔这个很轻松的可以拔起来 你看它下面就是这样子 而且它很大支耶 它摸起来那个感觉好扎实喔 而且不会太臭 感觉用料是不错的东西你看 胖达 它是熊猫 这张看后别人 误会以为是马来摩 其实它是熊猫 再来呢就是老大哥 老大哥Grizzly Bear 是棕熊 台湾好像翻叫大大的样子 你看他们三熊立白在一起 超有质感的 可以拿去办公室放 也可以放在自己的床头柜 我想早上都愿意起床了 想赶快早上起来 熊熊遇见你 好紧张喔 放那么久不知道会不会坏掉欸 招待都没死 哇 它就是 很直接的放在里面 接USB的插座 喔是有附一张 貼纸的小装饰 喔他们还有特地做了一张 熊熊遇见你的贺卡 圣诞节卡 啊太厉害了 熊熊遇见你的圣诞灯 它很大一个 你看它跟我脸差不多欸 哈哈哈哈 你看它后面就是接点 然后跟on跟off很简单 这里还有一个立体的熊掌 诶 这熊掌可以转欸 喔感觉这是那个调节灯光的按钮 好 那我现在接USB充电给大家看 好我接好行动电源了 来看一下这个magic moment 3 2 1 喔 So sweet 破音 我转开它这个 喔你看它最弱 越强越强越强 啊 好那我还要再来实验一件事 这三只熊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它们有个经典的形象 就是它们会叠在一起 就三只叠落 它这样走路 虽然说我也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这样可以走路 但是你知道卡通嘛 圣诞灯有做成这个台子的样子 所以照理说我们就是应该把熊放在这里 这样才够可爱啊 诶 我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这可以按 这按了可以干嘛 天啊我的介绍好不完整喔 我知道这个中间按钮是干嘛的了 就是你后面开关如果转到on的话 它就会一直亮 但是如果你开关转到off的时候 还是有接电喔 它放上去有那个重量 它就接电了 oh my god 因为有些人开夜灯 他可能不想让它一直亮 他要全黑才睡得着 可是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零食又需要灯 天哪 你就是去摸它这样 啪啪一下 喔 它就亮了 好我要赶快来叠落汗了 最下面呢就是ice bear 中间是老二 它们其实就是按大中小来那个 好 然后大哥 天哪 可提 太可爱了 大家看这面 oh my god 最后呢就是有福利 大家放送咯 这次你要送两个东西 熊熊遇见你的周边 第一个呢是熊熊遇见你 它的擦脸巾 那第二个东西呢是大大的造型耳机 所以呢你带着这个耳机呢 你的耳朵旁边呢就是 会有那种很像钟熊冒出来的感觉 那要怎么获得呢 就在这个贴文下面呢 tag你的朋友 然后说你要什么东西 例如你想要耳机 你就tag谁谁谁 我要熊熊遇见你的耳机 或者是你可以请他去买给你啦 也可以 然后我就会从里面呢 各抽出一个 好的那喜欢这支影片呢 一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下支影片见 掰 你那么歪啊 好像疯子 哈哈哈哈